中文字幕——YK 带正上岗的山深您见过吗 看本系还人如何研把山深质量观 盖州培育优质荣山羊 小山村变成远近闻名的荣山羊交易基地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图 大伙早上好 我是杨佳 提到小杂粮啊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会讲到黑山 黑山是全国的产粮大县 东北最大的杂粮交易市场就在这儿 独特的地理位置条件 再加上肥沃的黑土地 勤劳的黑山人将小杂粮做出了大文章 现在这个时候啊 正是当地杂粮加工销售最火热的时候 咱们去黑山看看 提起黑山 大伙可能首先会想到黑山的花生 作为咱们黑山的地理标志产品 黑山花生早已经是名声在外了 其实啊 咱们黑山除了花生之外呢 还有很多很多优质的农产品 因为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黑山呢 地处北纬42度的优质粮食产区 咱们黑山呢 不仅仅有大米 还有杂粮等等一系列的优质粮食 那现在呢 这个季节也正好是我们各大 这个粮食生产车间最忙碌的时候 今天呢 咱们就一块去看一看 优质的大米和杂粮 是如何生产加工出来的 春种一粒素 秋收万颗子 从一粒饱满的种子 到此时的满地金黄 丰收时节虽过 但对粮食加工企业来说 这只是忙碌的开始 而眼前的这些稻谷 也是在收割下来 烘干之后 再等待上一个月的后熟期 才能进行加工 这是第一步 要清理 清理 主要是清理 那个收割上的稻壳 和稻杆 就把一些杂质都分离出去 是不是 对 主要分离杂质 清理完了之后呢 清理完之后就上料 投料了 上料就直接上到机器里边 到机器里面 对 伴随着加工车间的阵阵轰鸣声 稻谷门要开始进行下一波操作 从龙骨 骨操分离 后度分级 再到粘米 色选 抛光 百米分级等等 一粒稻谷 想要加工成大米 要经过足足18道工序 这个就是最后一步了 是不是 对 我们看到的是五个斤包装 是这种大包装 大包装 还要再加工吗 就根据订单过程 我们要有一斤的 五公斤的真空包装 根据订单过程 我们做不同的处理 杨天所在的锦州 健身米业有限公司 从2005年起步 到如今的1100亩种植面积 已经形成了种植 加工 销售 全链调流程 为了保证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 从种植上就有严格的把关 你看咱这个放油往上去 周围没有工厂 没有五眼缘 咱那是有机食品地 严禁使用化肥 使用农药 咱特意打了一场深井 就是大概50米岁左右 就打的深井用来 就专门用来灌溉水道 对 用灌溉水道 包括土壤 都经过存在机构检测了 都服务国家有机食品 所以咱顾名了有机清水大米 黑山作为咱省内的产粮大县 可耕种面积广阔 水土肥沃 气候条件优越 除了水道 小杂粮也是当地粮食人 必须涉及的 跟大米加工相比 杂粮加工的步骤 要更为精细 这是我们的生产车间 现在我带你到我们车间 去看一看 他们正在调豆子呢 我们换下工作服 请 这边是吗 对对对 他们现在正在挑选 是黄豆是不是 对这是我们基地生产的 有机大豆 为什么要人工挑选呢 一般不都是机器 直接筛选大包 机器筛选之后 咱在人工挑选一遍 主要挑那个重铸粒 屋檐粒 牺牲那个成本 就为了保证质量 人工精挑细选之后 就可以进行 最后的包装阶段了 这是分装小美 这是分装的机器是吧 对 定量分装的机器 就是已经设定好了 每一袋是重量 然后它只要装到 这个袋里就行 对 那个是在干嘛呀 那是真空 就咱下一步 就到了真空这个环节 要先把它放到 那个模具里边 对放到模具里面 再抽成空 下一步就到了 封口那个步骤 在最后一步封口 这样弄完之后 就可以上市 对就可以上市 对 现在那就是成品 打包分装之后 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在销售方面 杨天大多数都是通过订单 和线上的方式 将产品卖到全国各地 为了满足不同人对食物搭配 营养均衡均衡的需要 在产品方面 杨天也颇费了一番心思 我看这个也挺有特点的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扇十周米 它主要是这个七种 有七种粥 为什么是七种 咱保证七天不同样 一个礼拜不同样 就一个礼拜 我从周一到周天 每天都喝 口味不一样的粥 都给你搭配好了 还保证它那个产品多样性 每一样都是五六种 六七种五六种 最多是十种 作为黑山当地的特色 不品尝一口 哪有说服力呢 这不杨天特意给备上了 两款主打产品 我刚一进屋 我就能闻着那个 大米的那个米香味 米香味是吧 尝一口 这有机大米是吗 对 我满嘴都是米香味现在 特别特别香 咬起来还有那个 有点韧劲 嘴里还有一股发甜的 那个甜米甜味 甜甜的 我觉得这个大米 就干吃都挺好吃 还有这个是什么粥来的 这是玉米南瓜粥 你再尝一尝这个 玉米南瓜粥 来一勺 哇 你看这个粥 它已经把 完全把那里边 那米油全都熬出来了 特别特别的稠 你看 感觉怎么样 这一口喝下去 好丰富 这里边口感 有脆脆的 那个应该是豆子 豆子 有那个是南瓜 那个籽 里面应该还有燕麦 是不是 这有燕麦 还能嚼着燕麦 然后还有大米 对 还有玉米的那个香味 都在里边 对对对 这一口下去 我觉得喝的就是 满满的 那个丰富的营养 除了能吃饱 还能吃得很有营养 现在大家呢 在吃上 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 不仅仅是特别注重 口感口味 也越来越讲究 营养要均衡的搭配 所以呢 只有从生产种植 到加工筛选 每一步都有高标准 盐要求生产出来的产品 才能让咱们 不仅吃得健康 吃得放心 说起和蟹 那可是不少人的心中挚爱 每年到了和蟹季 人们都会早早的 开始惦记这一口 然而大伙平常的吃法呢 无外乎就是蒸和煮 不过万物皆可考的锦州人 怎么会忽略了 对和蟹的研究呢 这不在锦州的烧烤江湖里 一道美味的烤和蟹 应运而生了 咱们一起去尝尝 一提起锦州 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烧烤 另一个那就是质疑 全世界的口音 当两者结合起来 那便是 这玩烤铁能好吃吗 这个烤铁都啥味的呀 锦州的美食 啥都能用炭火 上来试一试 上天入地 万物可考 可唯独有一样 季节限定的美食 让质疑全世界的锦州食客们 都不容质疑地 去相信它的美味 那便是烤和蟹 这烤铁肯定好吃 这烤肯定好吃 说起和蟹 很多人就知道阳城湖 但论其养蟹的历史 盘景也不差 东北天冷 螃蟹个头稍小 但长得肉质更为锦实 所以这盘景和蟹的名气 也不小 这让作为盘景邻居的锦州 也跟着沾了锅 这么有名的食材 必须直接就拿过来烤了再说 李志作为锦州烧烤的江湖人物 专门开发出了烤和蟹的绝活 经营烧烤三十多年 当过兵的他 管理店面 靠的正是军事化 每当下午三点钟 烧烤店开始陆续上人 在这个后厨中 秉承着服从上级的原则 虽然李志作为最高长官 洞察一切 可他唯独对李正燕的去向 掌握不了 这个人就是他的儿子 那他去哪了呢 这我来点河蟹 今天咱那边卖 给我挑点好的 咱有选材 这个小细节 这个芹越黑它越肥 给它掰开 你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环 这个质量非常好 烤出来也好吃 油脂也特别高 咱烤是二两半是最好的 因为说咱们锦州的颅口比较窄 是17的宽 这个掰开之后穿好钢签 正正好好 是可以直接充分的烤到的 一来到市场 李正燕的眼里就像放了光 他说眼下这个季节 正是吃母蟹的时候 这一手外蟹从中挑最肥的本事 让他成就感直接拉满 特别喜欢在这个市场溜达 转一转 第一呢我可以看看每天的食材 第二呢 说我的属食太居满了 呆着不自在 儿子在那边采购 老爸这边已经开始忙活烤制了 烤和蟹这道菜的诞生 源于一次偶然 客人刚买完和蟹 来到李志的烧烤店里 想就点小烧烤 配着蒸螃蟹一起吃 李志觉得麻烦 硬是凭借多年的烧烤物性 大胆地将和蟹架到了烤炉上 就这样误打误撞之下 烤和蟹被制作了出来 在锦州烧烤的美食江湖中 把和蟹烤好 算得上是终极大招了 因为平时敢于横着走的蟹匠们 个个都是身披重甲 软硬相间 想要烤熟烤箱 没两把刷子的初级烤手 碰都不敢碰 李志烤和蟹的第一步 首先化身刀客 身为刀客 出手要快 直中要害 一刀命中 对它这个心脏的部位 最快速的就是把它杀死了 因为这个和蟹 如果要是在我们加热的过程当中 如果它是活的 它可能这个爪或者其他地方会掉 伴随着李志手起刀落 清洗过的和蟹 没有半点挣扎 便一命无呼 为了保证蟹味的纯粹 李志选择将和蟹开盖烤 因为呢 这个和蟹里面有这个腮 有肺 它一定是在这个壳里面 如果不把这个壳掰开之后 里面的肺 我们没办法去除 它会有一定的异味 签字瞄准 蟹眼的位置 长驱直入 一串串和蟹便全部准备完成 即将上炉 咱们平时在家里蒸螃蟹 咋说也得十五六分钟 在李志的炉子上 用烧的通红的木炭 大火烤制六分钟 直接搞定 需要迅速锁水 就是把这个食材里面的 这个水分啊 味道啊 要快速的封锁住 这样呢 烤出来的东西呢 其实感觉上 里面的这个汁水啊 与鲜味啊 它才会最为饱满 不为流失 身为一个烧烤高手 李志对炭火的运用 那也是熟练自如 区别于普通烧烤 和蟹要烤好 需要学会一串凉火候的烤制技巧 蟹身部位啊 它很厚 肉质很厚 但是蟹壳呢 只是薄薄绿层 对吧 那么说 如果我们说 烤这个和蟹的时候 用这个一样的碳火去烤 温都是一样 但是可能说 这个蟹壳烤红 蟹身还没烤好 将碳火一分为二 大火主攻蟹身 用余温去烤蟹壳 这样才能保证同时出炉 想要把串烤好 练得不光是眼力 更重要的 还有听力 需要从后厨 隆隆的排风机声 拖碗瓢盆的交响声中 听出烤和蟹 已经半熟的声音 耳听八方 这本事可少不了 顺着半熟的吱吱声 根据食客口味 撒上各种调料 才能保证入味的去享受 这一道自己的拿手绝活食 李志都是无比满足的 可是他也有不满的地方 那就是儿子李正燕 在李志的眼中 儿子是一个啥事 都急于求成的人 一定要有耐心 别着急 烤东西的时候也不能吃 记住没有 他得谦虚 听他说我跟你讲 跟你讲得谦虚 儿子不好叫 儿子他跟你的话 哎呦 我炸地的话 你能帮我炸地 徒弟不一样 徒弟可能说 你稍稍说他一下 给他个眼神 他就知道 我师父要生气了 我得用心 我如何去干 他主动去行 儿子不一样 你没等你生气 他准时跑来 然而李志不知道的是 儿子之所以 凡事都急于求成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父亲 年过五十的父亲 在两年前 一次教徒弟烧烤时 因为太劳累 晕倒了 咱们店里的 里里白白这些事儿 去管的话 那这儿他确实特辛苦 心里就是 快点成长起来 把这个摊扛过来呗 父子间的情感 总是内敛的 李正燕的心思 并没说给父亲听 他只是努力的 想干好烧烤这个辛苦活 咱烤炉前面温度高啊 然后现在也习惯了 然后就出烤的时候连油 这些年 为了快点长大 扛起重担 李正燕对一切新鲜事物 都充满热情 通过拍短视频的形式 把自家的店铺宣传了出去 自己也开始慢慢收图了 这店啊必须得看着 你自己不看着 你就对这店不掌握 垫在手 好好看着啊 也许李正燕 还不能理解父亲这句话的分量 但这却是一个烧烤老师傅 操劳半生的信念 以及对儿子的一种训诫与期许 种玉米非常有讲究 平川地 烙挖地 山坡地 不同的地块要选不同的品种 还要考虑到气候的影响 今天咱们去昌土 根据具体的地块 教教大伙应该怎么选种子 今天呢 我们是来到了 田岭昌土的橙子村 这个大爷呢 种的是DS1和L570 看看今年效果怎么样 陈大爷 我看您家这苞米 今天这长得挺不错呀 不错 我这一路过来 我看这旁边好像有挺多家都倒了 这南边就都倒不少 这都倒不了了 这南边 那您家这苞米咋样 我家这又没倒了 我家这我不个黑土地买的 这种确实不错 我买两样 一个是DS1 一个是DS1 还有一个L570 长途地区常年风多 气候比较干旱 在这个地区种玉米 一定要选择抗汗性和抗导性比较好的品种 陈大爷家的这块地有点汗 他一眼就看中了黑土地的沈农大DS1品种 陈大爷的周围全都倒了 但是沈农大DS1品种就没倒了 它的根系特别的好 特别的发达 像它的毛一生根 它非常的旺盛 这样呢 当风来了之后 它就会锁住这个土壤 就不会出现倒符 甚至于倒石了 玉米不倒符 产量就能稳得住 这个品种确实不出 它不倒 产量还可以 头领打1,700来斤 那今年呢 我看今年这一个月涨会挺好 今年不能陈大爷这半 它已经能达到20-30公分了 像陈大爷这块地 也平均能达到1,900-2,000 还是不成问题的 米之好 产量有保证 这样的玉米 上秋之后肯定卖得好 今年我卖1元3.5 卖得也挺好 卖得价格还可以 一想中了 你看这帮我们站着 一站这薄米真好 一二种呢 有几个月上午 大家还丑了呀 这老头这薄米真好呢 帮得还大 你那在跟哪儿买的 我说个黑土地 玉米要想种得好 选种方面有妙招 陈大爷就是根据 自家地块的特点 因地制宜选对了种子 陈大爷这块地呀 就比较旱 所以适合种那个 沈大地而已 相当应该像 袜地呀 平串地呀 像这种地 就可以种那个 沈农大L570 因为它的耐烙性 比较强 看看陈大爷 乐得已经合不拢嘴了 相信今年这个产量 肯定也不错 这来的路上 我看到啊 到两边 有很多泡沫地块 都已经倒浮了 所以大伙呢 在选种子的时候 一定要选 靠谱的商家 放心的种子 才能对得起 咱们一年到头来的 这个辛苦 那如果说 你要选购 咱们黑土地的种子 024-8652-8168 400-6818-801 来订购 想买物美价廉 好农资的乡亲们注意了 现在您可以 打电话订购了 50个含量的 稳定型大田 复合肥欧杰特 预定价格是180一大 扫定早到货 价格还保底 另外玉米种子 品质升级 价格不变 咨询热线 024-8652-8168 去年秋收卖粮啊 法库的人大姐家的玉米 每斤卖了一块钱 比周围邻居 多卖了六分钱 按照五万斤粮食 这个算法 那就一共能 多卖三万块钱 是什么好品种 效益这么好呢 咱们一起去看看 人孝敏大姐 是咱黑土地的老朋友 去年在电视上 看到了沈农大L570 这个品种 跟技术员详细了解 情况之后 毫不犹豫地 种了二十亩地 这风多大呀 别人都倒了 人家地都没倒 别人家的苗 没人家的苗高 人家的苗特别 就是比人家 骑上刷起 大老人说 你都不老少说的 金德棍 都要买黑土地的 这帮米种 就确实不错 沈农大L570 之所以出苗期 是因为它的根系发达 沈农大L570 是每一个蜘蛛 都能达到 三到四层七层根 来风的时候吧 它根基是非常稳的 所以说抗岛性 就非常好了 帮帮也没有 多大土间子 帮米粒啥 还有粒 大马子呀 大马子呀 不这就好吗 你看这包 你还乐着吗 你看这大包 你去了 任大姐家不是一等地 但她眼光好 选对了品种 种出了一等粮 同样的一块地 是两个品种 咱们现在可以 跟这个看一下 这个是570 但这边 这个叶子已经枯黄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 我们这个爆散叶 仍然在工作 仍然在积累干物质 为咱们果粹提供养分 但是边上这个 这块地 这个品种 叶子枯黄之后 它就不会再积累干物质了 所以说 就是同样的一片地 相对来说 一亩地的产量 差200斤左右 没问题 持绿性好 产量高 玉米品种上乘 任大姐手里握着 这样的一等粮 腰板都硬气 到哪卖粮 没有飞机的时候 那帮帮就打了家 就一块钱就要走了 他们同年卖九毛 是多卖六分钱的 一斤差六分 这一万斤差多少钱 人家都打四五万斤毛 任大姐不仅种地 是一把好手 持家过日子 也是精打细算 啥品种的玉米 能多卖钱 她心里是门清 为什么多卖钱的原因 在这了 首先它是一个 深麻纸小细轴的 一个水种 而且是一个春胶质量的 到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现在是 马上就要完熟了 这乳线要消失了 所以说 这粮脂非常好 沈农大L570的 浓重是在784 国家收粮的标准是720 它是远远超过 国家收粮的 一等粮的标准了 所以说 它在卖粮的时候 是非常好卖 非常抢手的 沈农大L570 活感成熟 抗旱耐烙抗虫 没有边行优势 碎位整齐 积收不掉粒 非常适合 大面积种植 有个词叫 一粒封顶 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啥意思呢 就是这个玉米 一点都不秃尖 封顶性特别好 您可别小瞧了 玉米顶上这几粒 一亩地下来 那可就得差出 百斤的产量 那啥样的品种 能做到一粒封顶呢 一起来看看 记者来到的地方 是葫芦岛隋中县 荒地镇的上家村 这块地是 尚德智大哥家的 用他的话讲就是 今年这是文产中的增产了 出苗相当好 它那牙相当硬实 工土能力强 我这个班上照往年吧 都得多打一两半 它还没值 这一命的话 株数增多了 这产量就上来了 我估计今年不打1800 也得打1750 我看我这门 照往年一目的多 我伤是百音吧 辽西地区十年久旱 要说尚大哥家 这挖地中和一下 应该刚刚好了吧 但是对他家玉米增产起作用的 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 像今年的夜雨天比较多 在受粉期的时候 持续干旱 持续夜雨 会造成凸尖的现象 但是咱们H555 没有凸尖 可以说是一粒风顶 说明咱那个H555 这个品种 花粉量足 花粉量大 再一个 它的叶片上冲 也能够不阻挡 那个花粉掉落 所以说 它的风顶性特别好 没有凸尖的现象 别看这小小的凸尖 不凸尖照比凸尖的品种 一亩地 咱们增产200斤左右 是没有问题的 H555是技术员 给尚德志推荐的玉米品种 不光风顶性好 还特别适合 接收和人工采收 它的包叶非常的松散 这样特别适合人工收割 这样好拔 一拔就下来了 而且它的碎位 非常整齐一致 这样也适合机器收割 机器收割的时候 不会出现掉棒 丢棒的情况 给咱们造成了 不必要的人为减产 再一个 像萨达哥家这块地 我看了一下 它的种植密度 种植得非常合理 这是45的龙 它种到13左右 这个种植密度非常合理 咱们H555这个品种 五毛苗再3500株左右 就最为思宜的 千万不要盲目地过蜜种植 都说好地选好种 增产有潜力 H55 风亭好 不凸尖 二挖地 也能稳稳地增产增收 今年这收成 上大哥老满意了 黑土地值得信赖 所以来年 我再种的话 我继续买黑土地的 种花生 我也买黑土地的肥 人参是大家养生进步 走亲 访友的馈赠家品 不过市面上的人参品质 良有不齐 大伙选购人参的时候 经常会感到迷茫 啥样的人参才是好人参呢 这波还人 作为中国山参之乡 正在积极地解决消费者的顾虑 那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这里是中国东北申荣城 占地七万平方米 现在是申荣城里的淡季 没有了九月份的人生顶费 但是在每个商铺里 销售还在继续 这也是零下子的生 来 大哥 你这个年份陪他再高一点的 再高一点油 再高一点的 点外边的 走 我给你搬起来吃 他叫孙靖 是申荣城里的商户 每天他除了要接待 来店里的客人之外 大部分的时间 他都是手机不离手 像上海啊 深圳的广东啊 浙江那边 江州户那一带 我这次都是要发货的 今天这 这是那个客户长 给我订的 这是发到浙江的 然后还有那个 刚刚你们看到那些 那把成本的 客户订了都是几十版 尽管这个季节 没有鲜山参销售 但是市场里的干参 以及五花八门的人参制品 还是看得人眼花缭乱 您一定会问了 这么多种山参产品 消费者该如何甄别 是不是真正的野山参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机构 就是这里 辽宁深容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第一件事 经过人参的五行六体 去鉴定它是不是野山参 也就是咱们 活人的篱下山参 或者活人山参 田主人说 人参的五行指的是 颅顶须皮纹 六体是指 灵笨老嫩横顺 通过这套检验方式 就可以看出 人参的年龄有多大 品质有多好了 这颅头能反映出来 它的年龄 因为它那个颅头上 有那个地上镜 地上镜脱落之后了 形成那掰痕 咱们叫颅瓦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野生 按照颅瓦查吧 能查出14个颅瓦 这就14年 但是野生呢 一到三年 体现不出来颅瓦 所以说鉴定完野生 查完颅瓦之后了 要加一到三年 这一到三年 看野生的整体形状 比如我这颗黄鱼三参 你加二年 它是最合适不过的 所以说这颗野生呢 就是16年的野生 除了在颅头上 能看出人参的年龄之外 在它的顶和细细的须上 也藏着年龄的秘密 经过它的顶 顶是顺瓦顶 藏合顶 就是可以鉴定 它的野生的年龄 也是可以作为一个佐证 再就是序 野生的序是皮条序 它身上的须上有珍珠点 这也是能鉴定了 野生的老润的一个程度 在经过五行六体的感官检测之后 合格的还人山深 就会被授予一个这样的证书 我们是法定检验机构 然后除个人参的照片 顶上有品名 等级 鉴定人软 在网上都可以查到 然后这个也是像人的身份证一样 每一只野生有一个照片 有一个身份证 适合咱们消费者 在购买照片之后查询真伪 感官检测测的是山深品相及年龄 而一颗高品质的山深 光看这些还不够 它还需要经过一道关键的程序 那就是理化检测 这五是我们的原子吸收 分光光入计 这会做人参的中基础 中基础检验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比如签 我们都低于检除线 同国家标准要求是小于等于十 我们这几乎是检不出来的 因为我们的 还人山深是 自然 营重播种 自然生长于林下 没有人为的干预 因为深地也都是天眼里 所以说没有耕种的迹象 所以它都是无残留的 只有岩靶品相 岩靶质量 才能让还人山深这个品牌 经得起市场检验 现在还人当地的人山企业 都在开发还人山深的 深加工产品 这些产品 这些产品也会在检测中心走上一圈 接受严格的检验 我们是省级的射容检测中心 是辽宁省唯一一家的省级 射容产品专业质量的检验机构 我们都极力地想把好这关 所以我们有必要 也有能力 参与到华人品牌建设中 而且为华人品牌 华人山深的品牌建设 做出我们一份应尽的工作 做品质就是做品牌 做口碑 一颗从华人发出去的山深 也许看似平常 但它的背后却是深浓 十年如一日的艰苦付出 是检测中心人员 一丝不苟的严苛检验 它代表了华人建设品牌的信念 更代表了要把华人山深 迈向世界的决心 要说容山羊 那可是咱们辽宁的骄傲 产容量高 容纤维品质好 盖州的很多乡镇 都有着悠久的 养殖容山羊的历史 现如今这里的村民 不满足于减容和卖容 而是通过培育种羊 不断提升容山羊的品质 走出了一条新的制服路 基本上长个三五年都能长了 这个好羊怎么就区分得得好以后 它的容脂 它的绒毛比例 绒毛比例 对 这个就是绒的 对 它现在这种羊 它是基因比较稳定 它是过完年以后 它厚上 辽宁省盖州市 小食彭香 沾茂育村 历来就有养殖容山羊的传统 据说这里出产的容山羊 绒毛厚实 品质特别高 容山羊呢 它是中国明令禁止出口的一个品种 而且它的产容量非常高 它的容纤维非常细 然后它的后代有好的种羊 后代也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完美 盖州是我们容山羊的发源地 所以盖州容山羊的遗传基因比较稳定 容山羊的羊绒又细又软 颜色洁白 用它仿制出来的产品 薄又轻还很暖和 素有纤维宝石和软黄金的美誉 种羊 像这只种羊应该是今年能达到八斤多 它还不是它的高峰期 我们那边还有一只种羊 今年能达到九斤多应该 这个羊不是那么很好找 所以说想要羊好一点的容山羊 是需要多放胆 然后去各处寻找 才能找到好的种 韩香慧和曲新都是土生土长的盖州人 近几年开始养殖容山羊 但是他俩并没有把目光 只投向简容卖容这上面 而是齐刷刷的相中了培育种羊这个方向 育种这一块现在是市场这一块是比较好 就是干山 鼠宁这一块都比较认可 这个他们都是在这边选 选择这个母羊和共羊回去进行扎交 然后进行就是他们的下一代也是非常完美 很稳定了 因为遗传基因稳定 耐病耐寒 种羊成了容山羊圈里的香伯伯 从前是陕西 甘肃 内蒙 宁夏的客商来盖州选购 如今就连浙江都可以养殖容山羊了 这些容山羊一个个胖乎乎圆滚滚 非常可爱 本身就长着一副招人稀罕的小模样 但是人家可不光有颜值 经他们杂交改良之后的品种 也是给当地容山羊经济带来了不小的贡献 我们改良之前他们说可能是剪套纸毛的时候 剪到两斤多 三斤多 近两三年以后呢 他们引进种羊以后也是达到了 跟比该线还是要差一点 但是照他们之前发来应该是剪的 容量应该是发了一番 到四斤到五斤左右种羊 对 好的特殊照顾 室温好一点 能达到六斤七斤左右都有 帮助别人之后转过头来 再看咱们盖州本地的情况 一只好的容山羊 种公羊更能把整个盖州容山羊的品质提个大 盖线这边容山羊也有是低端的 就是正常他们可以卖到是两千一只 但是一只好的种羊除了高 也可以卖到四千五千 虽然来说是七八千都有可能 曲大哥说一只羊产出的羊绒 基本上和它一年的思维成本是持平的 那么如何提高羊本身的价值 就得从根上找手了 用一只好的种羊提升自家羊群的质量 再用个人家羊群的质量 带动整个乡镇的品质 从根基抓起 有小及大 这样的中阳经济才能致富一方 最近咱们黑土地的农资送货车 马不停蹄的在路上跑着呢 按照订单的顺序给大伙陆续配货送货 大家千万别着急 另外还要给大伙提个醒 最近有很多模仿我们的送种子团队 大伙在买农资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了 买好种好肥 一定要认准辽宁卫视黑土地字样 如果拿不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